聯邦運輸部長Denise LaBelle 今天作出這項宣布 並表示該項工程將會創造3萬個工作職位 LaBelle還表示 聯邦政府建議對大橋收費 並通過公司合營的方式 來削減成本 預計不會對納稅人帶來負擔 Trapilin大橋由聯邦政府經營 是本國最繁忙的公路橋 亦是加美貿易的主要動物 由於大橋日久失收 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憂 但聯邦政府遲遲未公布 對大橋的維修方案 滿地可市長出席了今天的新聞發佈會 並對這項宣布表示高興 但灰省政府並沒有派代表出席 灰省運輸廳之前已經表示 反對對大橋收費 華為TV洪嘉倫報導